以職業來講好了,職業發展 我們每個人呢,都在面臨兩種東西的衝突 什麼東西呢?一個是做自己熱愛的工作 另外一個呢?另外一個是呢?賺錢 然後做自己不熱愛工作,甚至要賺很多錢 我們都面臨這兩件事情的衝突 所以我們到最後會做出什麼選擇呢? 我們會做出一個中間職的選擇 就做是一個呢?自己沒有那麼喜歡 要賺的錢也沒有那麼多的工作 你覺得這個有沒有很慘? 就你本來講說,我要嘛就是做自己最熱愛的工作 要嘛就是要賺錢 結果你最後選擇的是,做一個自己沒有那麼熱愛 也賺不了很多錢的工作 就是公務員,這樣子 有沒有?你真的要賺很多錢,你也一步一老 企業界的人、企業家嘛 你真的要很喜歡工作,也不可能是做公務員 這些很基本的東西嘛 所以那個中間只是很糟糕的 你應該做什麼?槓鈴策略 你應該要去做一個工作叫做賢差事 這個差事是不用花大毛的 然後可以賺到一點錢 然後可以讓你的生活可以過得下去 然後另外你可以做你最熱愛的工作 那工作是賺不到錢的 把這兩個結合起來 所以那個查爾斯、韓蒂在推廣他的組合式工作的時候呢 他遇到一個人 一個人 他自我介紹嘛 你說你是做什麼工作的 他說呢 我是一個劇作家 寫那種歌劇的啦 舞台劇的那種作家 劇本的作家這樣子 韓蒂說我太好了 我很喜歡看歌劇啊 你有寫過哪些作品啊 你講出來 說不定我有看過這樣子 他說呢 我的作品目前呢 還沒有被任何人演過 可是要自稱劇作家這樣子 那韓蒂就說那你靠什麼為生呢 他說我白天去打工再包雞蛋 啊包雞蛋這個 這個錢也不少這樣子 啊很簡單不用用大腦這樣子 為什麼要做一個不用大腦的工作呢 這個很重要 因為如果你白天去做一個工作 可是是跟我們一般上班族一樣 那你晚上其實會沒有經歷 再去做你熱愛的事情 比如說寫創作劇本 即使你上班只剩8個小時 再讓小孩只剩6個小時 好了 你回家會不會再去思考那些東西 而且你的工作要用腦啊 你已經很累了 你回家就沒有意志力了嘛 你就沒有精神再去做那些事情了嘛 然後老闆會打電話給你 然後客戶也會打電話給你 啊有時候事情做不完 晚上還要加班 你就會影響到你最熱愛的那個工作 所以你必須要做一個包雞蛋的肥缺 就是呢 可以賺到錢 可是呢 又不會很難 然後又不會讓你這個 花費什麼事情 啊晚上來做自己熱愛的工作 謝謝 謝謝